点评人家周永浩节目们 赶快收藏 美容大光戴阿斯 都有这么多不堪回首的彩雷造型 谈一下它的彩雷和成功经验 视方性真的很强 用重色框架平眉 拉近眉眼距离 第二点 原深暗沉色 打造整眼泡清蒙感 第三点 用眼线结膜的空气感 制造清蒙疏离的感觉 误区一 显色细小眉 降低眉毛存在感 不论从正面还是侧面 眼皮泛白骨涂更严重 正确选择 用重色框架平眉 拉近眉眼距离 减少留白肿伤感 那么消肿的框架没怎么化 眉头拉平 保留眉封的同时 眉尾微垂 哪里缺补哪里 选就一个漏洞形状的鼻印 第二点 清冷感求气质 不求气色 明亮的粉沉调 金属反光感 不要 最佳选择 原深暗沉色 白皮藕灰粉 黄皮土黄调 橄榄皮冷灰棕 重点拉拉 整两泡清冷眼影工序 暗纯色覆盖整个梯形 再往下橄榄形里面的层次 从天包根部 慢慢地往上运 成半梯形 加这个橄榄形的层次 跟棕色 红着左右侧 第四点 用眼线睫毛的空气感 来制造清冷疏离的感觉 先睫毛 后眼线 眼线只要稍微填一下空隙就可以了 如果颜角比较圆 就可以用这种九红色的胶壁 描一下 赛红选一个 雅一点的裸杏色 薄红选择一个赤土色 在眼朦胧的感觉 这不就来了 眼平脸加肿眼泡有活路了 以下莫清冷疏离感拿捏